吃萝卜的季节 现在这个萝卜又嫩了 水分很足的 我今天准备来做个腌制白萝卜 腌制还未消失 这个萝卜的水都渗出来了 好多水 两条白萝卜切出来一碗 这个形状可以根据你们自己喜欢切成片的可以切成调的也行 我们切的小条 就腌制的比较快入味 快可以吃 后调的话就腌制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后准备一个大网 用点蒜头 姜片小米辣 辣椒切小块 姜切丝 再来一点芹菜段 准备材料也是很简单 等一下醋 糖 盐 白萝卜 这个吃法也是好吃的 开胃 把点盐先抓一下水分出来 会不会更脆 这个水分就出来了 萝卜就变少了 把这个水倒出来 调料就是这个橙醋 还有米醋 白砂糖 蒜姜 全部加进来 白砂糖提现 米醋 这个开胃 希望酸的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来点橙醋 蒸香 现在把它放均匀 现在把它放均匀 腌制到下午就可以吃 腌制到下午就可以吃 最后煮酱 煮酱 煮酱 今年第一次腌制 去年我们是腌制了好多 吃完就腌制 吃完就腌制 吃的油腻的话 像午饭吃的要多菜的话 也可以夹一点萝卜出来吃 鲜腻 现在就可以吃了 搭均匀了 搭均匀了 搭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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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酸度就刚刚好 搭均匀搭均匀 搭均匀 搭均匀 伯伯说再去拿一个辣椒来加 进来 我以为一直到下午才能吃的 伯伯说马上就能吃的 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伯伯 银子好我都吃完了 坐下 真的好吃 再加一个辣椒 中午我大牛回家就可以吃了 他很喜欢吃这个白萝卜 他很喜欢吃这个白萝卜 腌制的 尤其是辣一点他更喜欢 嗯 这个 这个